那個搞台獨的 我就說 躲在美國 躲在紐西 他們騙子啊 他們騙子啊 他們說那些人 就連騙子兩字都脫口而出 不過柯文哲口中的這些人 到底是誰 他的回答卻是四兩拨千斤 市長是有一些人這樣子 有誰 你真的有誰是嗎 你們不會去上網查嗎 針對柯文哲炮轟 所謂獨派都是騙子一事 蔡英文當天回擊稱 很多的民主前輩不能夠回到台灣 尤其是在黑名單上面不能回來 那當然他的後代也都會在外 黑名單舉就很多年了 蔡英文對陣柯文哲未能幫回議程 又換小弟打手 民進黨副秘書長林飛帆上 這個太陽花運動頭目 炮轟柯文哲把所謂統獨議題當提款機 更酸柯文哲這麼做是周期性蹭聲量 柯文哲對此事回應時直接開碼 欸 林飛帆喔 我跟你說 欸 拜託 你們這 啊 新潮流的 依附新潮流的嗎 他不是參加新潮流的嗎 還是大家出來說他不是 反擊林飛帆寄生民進黨新潮流派系 柯文哲繼續對所謂的獨派開火 其實柯文哲並非第一次痛罵所謂台獨 紀念初他就曾發表過高論 說既搞所謂台獨又取消徵兵制 那是在做什麼 以台灣的防務實力撐得過兩天嗎 幾句話解構了所謂台獨不過是騙術 比起藍營不痛不癢的長篇大論 柯文哲一針見血而且簡單易懂 台灣媒體分析稱 柯文哲雖沒參加2020台灣地區領導人選舉 但批毒打綠踩藤了綠營的尾巴 用這種方式幫台灣民眾黨搶票 不失為有效之計 我們會選擇 完成掌聲 。 感谢观看